希望我生日沒有病沒有痛 恭喜發財 大家好,我是梁子玲 因為新一年想祝大家步步高升 所以今集的主角就是他們 比起去年更加容易煎 更加容易煎的 電飯煲蘿蔔糕 以前大年初一、二的晚上 整個旺角都是小販檔 當中有一件事我一定會吃 就是爆漿的懷舊班戟夾餅 今集我們繼續在英國超級市場 找又便宜又好吃的材料 希望就算一個人來到外國生活 都可以一解私鄉之手 廣告之後,馬上開始 在這個科技發達的時代 網絡的陷阱越來越多 一起聽聽Surfshark VPN 怎樣保護我們的網絡安全 電腦、電話 記錄了越來越多重要的密碼 VPN可以加密上網的數據 防止客客攻擊 保護我們重要的個人資料 無論是去旅行 還是平時出街 經常都有機會要連接公共的Wi-Fi 不過未必所有的公共Wi-Fi都那麼安全 VPN可以改變我們的IP位置 隱藏網上瀏覽紀錄 保護我們的私隱 以及網上行蹤 現在只要用一個帳戶 還可以全家人所有設備一齊用 如果你都有興趣 用Surfshark VPN 提升網絡安全 不妨按入Discretion box裡面連結 用我的優惠關鍵字 就可以拿到一七折的優惠 還可以額外多用三個月 以及有30天退款保證 想在新一年被開網絡陷阱的話 不妨試一下吧 首先是最近在網上看到 好受歡迎 方便有好味的 電飯煲蘿蔔糕 今次的蘿蔔糕主要會用五款材料 第一款就是Mixed Mushrooms 雜感的乾菇 一包有齊 冬菇肝 鮑魚菇肝 和牛肝菌肝 通常買它回家之後 浸淋它 連過濾了的菇水 一起下去煮意大利飯 意大利粉 因為乾了的菇 香味更加強 所以送菜就會更加好吃 這一包兩磅 浸完之後發脹了 份量也很多 打開包裝 就會聞到一股海味的香味 是我很喜歡的味道 浸菇的方法很簡單 將乾的菇放在一個碗裡面 下熱水 浸30分鐘 菇會慢慢吸水 慢慢變軟 30分鐘之後 將菇拿出來 再用剪刀 將比較大塊的菇 剪細一點 令它們大小平均一點 浸了菇的水 更加不要浪費 它滿載著濃郁的香味和鮮味 很小心地 只用表面的水 去到底的時候 開始聽到有沙的聲音 就停手 只保留最清澈的部分菇水 待會加到蘿蔔糕裡面 和去年用過的鮮冬菇相比 一樣容易買到 而乾菇的香味 就更加濃郁 更加有鮮味 又不用特別切絲 還拿到菇水 很多好處 而鮮冬菇便便宜 有時還有特價 兩樣都各有各好 第二樣材料 今年我們試一下新東西 不用臘腸 用它 Jerky Jerky是一種脫水加工的零食 通常用它來送啤酒 我覺得它的外表 顏色 味道 都跟平時吃開的牛肉肝 豬肉肝好似 這一包 1.75 雖然Jerky在英國超級市場 都很容易找到 通常會放在零食 或者是賣酒的區域 不過大部分的Jerky 都是牛肉做的 幸好讓我找到這一隻 在冬季 有豬肉成份 吃起來都好像麥汁豬肉肝 甜甜的 雖然它跟臘腸還是有分別 不過就地取材 我們就用它來試一下 蘿蔔糕吧! 平時打開包裝 就可以直接拿來吃 在澳洲、美洲、歐洲和亞洲 都可以見到這種保存肉類的方法 用來做蘿蔔糕 我就簡單把它剪成粒 喜歡用刀切都可以 第三款 魷魚絲 有些觀眾分享 他們會自己在家烤蝦米 不過我還未抽到時間試 今次就試著這一款 馬上買有得馬上用的 魷魚絲 因為在英國超級市場 我還未找到海味 所以我就想用 容易買到的魷魚絲 增加海鮮鮮味和 陰陰的質地 這一包95P 在東歐區域可以找到 我們就試一下 用它來做蘿蔔糕 效果會怎樣 打開包裝之後 跟之前一樣 將魷魚絲剪成 或者切成差不多的大小 那就OK 這裡就有了 其實都不算難找 雖然超級市場就沒有了 這條呢 證明英國通脹真的很厲害 一年前的蘿蔔糕 一磅二九有一條 現在是一磅九九才有一條 Moolie之前我在英國超級市場買過 不過之後就找不到 幸好在一些老闆的市集 或者店舖都很容易買得到 一條都夠了 首先將Moolie切開一半 刨走皮 先將這一半切成厚片 大約一隻手指厚 再將厚片攤開鋪平 這樣就很容易切成一條一條粗的蘿蔔條 同樣將另一半切成片 今次切成薄片 比剛才薄一半左右 同樣是攤開排好 很容易一口氣就切成一條條的 幼蘿蔔條 我覺得這樣切甚至比刨蘿蔔絲更快更省力 口感又好些 又不用專門買一個跑 一半粗條 一半幼條 蘿蔔糕吃起來 就有不同層次的口感 切好就可以煮蘿蔔 先將粗條放在水裡 放少許鹽 然後大火煮滾 煮五至七分鐘之後 看到粗條變成半透明 就把粗條放進去 一起煮 因為除了菇水 稍後我還會用 煮過白蘿蔔的水 來煮蘿蔔糕 更加原汁原味 所以我不會用太多水去煮蘿蔔 差不多蓋到蘿蔔就OK了 希望剩下的蘿蔔水 不會太稀太淡 加上一邊煮 蘿蔔也會一邊出水 所以不用太擔心 水不夠 煮熟之後試一下味 就這樣用清湯煮 蘿蔔已經很香很甜 把蘿蔔全部夾出來 把蘿蔔水放在一邊攤冷 攤冷之後再用它 然後開始炒材料 首先用中火炒香Jerky和魷魚絲 這樣烘可以逼出它們的香味 然後撥在一邊 加少許油 放些菇進去 同樣是炒香它們 然後調味 包括蠔油一湯匙 豉油半湯匙 魚露半湯匙 少許糖 少許胡椒粉 紹興酒 和少許麻油 攪勻它們 全部調味料都很容易 在英國超級市場買到 我通常用的就是台灣製造的紹興酒 如果想嘗試用西方的酒來煮食 都可以嘗試Sherry雪梨酒 煮法式洋蔥湯的時候 經常都會用到它 這一瓶五磅八 台灣少許酒就是六磅半 把調味料倒進去 炒均勻之後 撥起一部分材料 待會把它們鋪在蘿蔔糕的表面 就會更加漂亮 然後落灑過的Mouli 一起炒均勻 讓蘿蔔都吸收其他食物的香味 來到這部已經完成到七七八八 最後一款材料就是Rice Flower 煎米粉 煎米即是白米 用白米磨成的粉 就是Rice Flower 純正的Rice Flower 反而不是白酸酸 而是灰灰的 這一包一磅二 在英國加工的 通常在做西餅的區域 或者Gluton Free的區域 都可以找到它 做這麼大的蘿蔔糕 我用了150克的煎米粉 混30克的Corn Flower 粟粉 混少許粟粉的目的 是想它的質地挺身些、滑些 因為我想菇味濃些 所以會用菇水和蘿蔔水 各150毫升 蘿蔔糕會深色些 如果想蘿蔔糕白酥酥 可以只用蘿蔔水 加起來 慢慢倒入粉裡面 攪勻它們 攪勻之後 分兩次 倒入關火的材料裡面 余溫會令粉漿慢慢煮熟 慢慢凝固 變得越來越黏、越來越稠 攪勻之後 開慢火 蓋上蓋子 每邊再焗兩至三分鐘 焗熟一點 待會用電飯煲蒸出來 效果會更好 然後輪到電飯煲出場 在電飯煲底和旁邊 輕輕塗一層油 然後將所有材料放入電飯煲裡面 趁熱把蘿蔔糕壓實些 出來的質地就會更好 然後蓋上蓋子 按一次煮飯的按鈕 為什麼可以用電飯煲做蘿蔔糕呢? 如果用蒸的方法煮蘿蔔糕 大約蒸40分鐘 而一般的電飯煲煮飯模式 是用中火慢煮 將三米煮成熟飯 兩者的火力很相似 而電飯煲的好處是它自動 溫度和時間都設定好 不用擔心蒸乾燥水 以及要自己看火 平時想吃 要煮都很方便 很簡單 煮完一次 加上剛才筆出來的材料 鋪在表面 令蘿蔔糕更漂亮 然後蓋上蓋子 再按多次煮飯的按鈕 兩次合起來 大概煮了一個小時三個字 我用筷子測試一下它徹底煮熟味 當筷子炆出來 沒有粉漿黏著的話 就代表熟了 攤凍之後 用一個碟蓋著電飯煲 一反轉 蘿蔔糕就很輕易脫離了電飯煲 再用另一個碟蓋上去 再反轉 蘿蔔糕的正面就會向上 連錫紙兜都省回不用買 省錢點又環保點 包好它 放進雪櫃冷一晚 蘿蔔糕切起來就會容易點 實淨點 喜歡煎脆食的話 上年我分享過煎糕的時候 會注意的步驟 而今年我想分享另一個 再簡單點的方法 我將蘿蔔糕切成一件一件 大約一隻手指那麼厚 先用中火加熱點油 再將蘿蔔糕蘸上蛋漿 然後輕輕放入平底鍋 保持中慢火 內心煎三四分鐘 不用攪拌它 蛋漿除了令蘿蔔糕更加香 還可以令蘿蔔糕不容易黏底 等一面煎到金黃色之後 就可以輕鬆反轉 煎另一面 又是三四分鐘左右 另一面都金黃色 煎蘿蔔糕就可以上碟 全程非常輕鬆 每一件都很完整 外面脆薄薄 入面軟熟熱辣辣 好簡單點 豉油或者辣椒醬食已經非常好吃 平時當早餐或者大飯都很方便 知道有些觀眾都想吃芋頭糕 可惜我找了一年都還未在一般英國超級市場 見到有芋頭賣 要專門去日本或者韓國店才買到 喜歡吃的東西未必那麼容易找到 亦令我更加珍惜每一樣就地取材 已經很輕鬆煮到的食物 這麼大底蘿蔔糕 材料成本七磅四 雖然不算太便宜 但好吃又足料 另一款賀年主角是 懷舊班戟鴿餅 小時候去旺角逛街 如果見到雞蛋仔、鴿仔餅 或者班戟鴿餅 我一定會選班戟鴿餅 做班戟鴿餅 首先我們要選麵粉 雖然眨眼看 樣樣粉都好像差不多 但它們所含的Glutin 其實是有分別 因而做出來的嚥韌程度 就會不同了 Glutin 是一種經常在穀物裏找到的蛋白質 食麵包 拉麵 甚至章魚燒的時候 彈牙程度都不同 就是因為它們所含的Glutin 各有不同 Glutin越多 越需要用力咬開 一起看看五款常見的粉 有甚麼分別 首先是這三款 高、中、低筋麵粉 高筋麵粉 Bread flour 通常會用來做很陰韌的麵包 又或者Pizza 這一包一磅 然後是Plain flour 普通麵粉 或者中筋麵粉 在美國通常會叫它做 all purpose flour 它的用途很廣泛 例如是做普通的麵包 或者是餃子皮 甚至是我們的懷舊班戟 Plain flour便便宜很多 45p已經有一包了 最後是self raising flour 其實它是Plain flour 加少許baking powder 做成的 通常會用它來做蛋糕 或者是餅乾 這一包都是45p 雖然它是低筋一點 不過它的Glutin 就始終沒有可以用來做 雪方蛋糕的Cake flour 那麼低 不過Cake flour 在英國超商市場 我就未找到 真的嗎 對 好奇怪 因為有不少英國人對Glutin敏感 他們吃了剛才所說的四苦麵粉 都可能會不舒服 所以一般英國超級市場 都會有Glutin free的區域 而在這個區域 就會找到 Rice flour 煎米粉 正正因為Rice flour是Glutin free 所以吃蘿蔔糕的時候 就很少會有吃Pizza那種咬口 而通常對Glutin敏感的人 就會用Rice flour來做西餅 原來是這樣 有些材料 例如香腸 蠔油 豉油 都會有Glutin 做廚師 或者開店做生意 必須嚴格執行 和熟讀衛生指引 否則用錯麵粉 可大可小 絕對不可以抹股 我請朋友和鄰居吃東西之前 都會習慣先問清楚 他們有沒有食物敏感 安全至上 首先打兩隻雞蛋 再加入Evaporated Milk 淡奶 和150毫升水 攪拌均勻濕的材料 接著就到乾的材料 包括Plain flour 我用了200g 然後是Baking Powder 發粉 加了10g 最後是砂糖 50g 先將40g的油 加入麵粉 讓麵粉吸收油 待會油就不會浮面了 我用的是平時煮飯的油 再將濕的材料 分兩次拌均勻 攪拌均勻 因為比較粗的砂糖 都會幫手把大粒麵粉磨散磨優 所以如果家裡沒有特別的工具 將麵粉過篩 出來的效果分別都不會很大 目標是混出來之後 好像這麼稠左右 麵糊拌均勻之後 最好攤30分鐘以上 讓裡面的Glutin鬆弛 吃起來就會比較鬆軟 包好保鮮紙 放在雪櫃可以放1-2天 萬事俱備 開始煎 首先加熱平底鍋 薄薄的塗一層油 用中慢火去煎 將一根麵糊倒入中間 它會慢慢散開做一個圓形 然後蓋蓋 用低溫半蒸半煎的方法 煮熟麵糊 大約3-4分鐘 表面就會開始出現很多泡泡 邊邊位都開始熟 我打開蓋子 慢慢用鑊鏟挑起斑茄 快手一翻 就會見到一塊又平又滑的斑茄 再蓋蓋 繼續用慢火焗熟另一面 這一面焗大約1分鐘就可以了 這樣斑茄會柔軟一點 對摺的時候就不會裂開 趁熱加些牛油 花生醬 蓮奶 我還喜歡加少許砂糖 做下午茶一流 過年大家一起做 可以延續這份童年回憶 每一塊煎之前 重新攪勻一下麵糊 如果用太大火高溫煎 以及加太多油的話 煎完出來就會比較脆 顏色也不夠均勻 這個份量可以做8塊 材料成本不用1磅 又不用特地買一部雞蛋製機 都可以煮 在英國 今年2月21日星期二 就是Pancake Day 班戟日 大家到時又可以再應知 光年如果可以剝下瓜子 就更加有氣氛 我在東歐區域 還找到這兩款 延似可以剝的瓜子 大包2磅半 來自捷克 細包80p 來自波蘭 我就買一包小的 回去看行面剝吧 這款Sunflower Seeds 葵花籽 剝開之後雖然小粒些 但是吃起來非常香 它不是瓜的種子 而是香若葵的果實 可以就地取材 剝下剝下 聊天 過年都更加有氣氛 每個月收到大家的作品 對我來說 都是很大的鼓勵 今個月 還收到一位13歲的觀眾 自己一手包辦 整台團連飯 實在好感動 希望就算我們素未謀面 甚至相隔很遠很遠 這個頻道的分享 都可以繼續把大家拉得更近 希望大家喜歡 一連三集的賀年系列 平時煮飯都歡迎重溫 新一年 恭祝大家 安居樂業 步步高升 想支持我們的製作 歡迎加入成為會員 或者試下右下角的超級感謝功能 也可以分享給多些親戚朋友看 以及follow我的Instagram